如果美国是做得比较没之前那麽好 但是内地做得好一点的时候 其实香港这边 你看又是不是不需要看得太淡呢? 或者昨天恒指的下跌 你觉得是一个回吐 还是正式开始转势呢? 我想跟美股的说法一样 其实真的转势一定不断向下沉 应该机会就未必太大 但是很明显有一个新的阶段 其实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的情绪 的确是承受风险能力下跌了 所以你看到恒指 其实你刚才说 究竟有人说是美股影响 还是内地股市影响 其实我相信是更加受内地股市影响 其实之前内地股市做得好一点 但是你想想今年年初到现在 全球主义股市当中 其实内地股市也会爆出大事 所以你见到港股之前的走势 其实都是平平无奇 心境情平和 跟内地股市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虽然内地股市走得好一点 也可能因为有所谓的PPI的数据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些少头 第一未必可以支持港股 一下子就冲上去 可能在这水平来说 28000阶段 可能会继续短期的 集幅波动 可能要等待 首先可能美国方面的 一些情绪的波动 包括是否加息不加息 加息不加息 这样继续增口 还有就继续看回 可能真的要等到 即是再去到七八月 可能有些企业的消息出来 包括业绩 可能才有个明确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会沉沦 未必 但是港股现在你真的要 可以再上去 不要说去到三万那么夸张 去到二万九 这个势头 暂时都是缺乏 好像美国一样 动力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大家可能 短期的走势 都相信 仍然可能是集中这个股 炒股不炒市 然后股指数可能是二万八 二万八千五 再下回有时穿二万八 这样的水平徘徊 你操线了 那你现在再下回 一定要再下回 算下回